中文字幕——YK 诚意奉献 这箱有礼周周精彩分成 你想展示才艺吗 你想完成心愿吗 你想收获幸运吗 从一盛典这箱有礼一站到达 这里有最绚丽的舞台 最温暖的故事 最意外的惊喜 每周四晚请您锁定综艺频道 与我们一起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最新一期的综艺盛典 这箱有礼 我是张磊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现场同样呢 会有六组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登上我们的舞台 用他们精彩的才艺来打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 带我们去领略一下散落在祖国各地的民间文化珍宝 那今晚呢 我们又将见到哪些宝贝呢 要期待着我们选手的精彩表现了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评审嘉宾 他们是青年玉剧表演艺术家小湘玉 湘声演员李伟健 歌唱演员于文华 欢迎 欢迎三位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登场 欢迎 欢迎你们 哦 欢迎 欢迎二位 来 有请 这样把女士优先 你先来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三平文老师好 我来自山西省玉城市万荣县西村乡男人村 万荣啊 万荣是一个会讲笑话的村啊 你会讲笑话吗 我不会 你不会是一名喜剧演员吧 也不是啊 不是啊 哎呀 这太有悬念了 究竟会表演什么呢 掉足了我们的胃口啊 那接下来期待你的表现 好吗 好 来 先生 请您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在来自安徽府洋市 那个我叫王博顺 今年六十岁 哇 没怕啊 王兴是这种功夫的人 那接下来二位谁先出场呢 我说了不算 我们的灯光选择说了算 好吗 好的 好 接下来灯光选择开始 三 二 一 请 好的 我们看到了灯光选择 助手在了银色的礼物箱 所以接下来首先出场的将会是张晓宁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要出场的是我们张晓宁 不过今天呢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了很多他的小伙伴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好的 那张晓宁和他的小伙伴呢 都来到了舞台上 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三位评审嘉宾 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有请三位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晓宁的小伙伴们都有谁 来 一一把他们请出来吧 哎 哎 都是小盒子 哎呀 快餐活啊 这是什么烂蛤蟆 黄金钓啊 金蝉 是吗 金蝉 金蝉 就是那个金蝉 金蝉筒钱 就是这个吧 哦 这真金蝉 超财的 对对对对对 要不你摸一下 我不敢 一摸就有钱了 他有毒吗 说来他妈是有毒的 没有毒 他没毒是吗 对 你 这个手感好好老 是软软的 你看 你胆子真棒 他会蹦吗 会蹦跑了吗 有时候会蹦 我就不摸它了 因为我有毒 我怕责任 宇文华你是因为他招财 招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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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这个是有毒的 哎呀 这你可以摸 那为什么你敢 为什么你敢让他在你的手上呢 他一般不咬我 他一般不会咬人的 他跟他熟悉了 也就是他在咬了人之后 然后才会把这个毒液渗进去 是吗 对 好危险 那你会和他做什么样的表演 天呐 就在他的身上 太厉害了 好 这个我不敢 我的天啊 我刚才 我刚才没看错吧 没看错 现在在哪儿 蜘蛛 小朋友 小朋友 电视剧圈的小朋友 不可以模仿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表演 不能模仿 你看见了吗 伟健 你看见了吗 你知道什么叫害怕吗 从小长这么大 我太佩服你了 真的你看 李伟健 你今天终于见到比你还独的人 哎呀 这个我敢摸 这个什么 因为我数这个的 你天蝎 我是天蝎座 不是数这个 是你星座是这个 对 这孩子真是很厉害的 天哪 不加你吗 难道 会加 会加的吧 我们中国能看到 这种蝎子吗 它会遮你吗 会遮 它有那个东西的 都会 你怎么不怕呢 你看到了吗 因为我是农村来的 没有 不是 咱们国家农村 见不到这么大的蝎子吧 这是哪儿的 这是分舟雨林仙 哦 热带雨林 好漂亮啊 变色龙 好漂亮啊 这是西 哎呀 我知道你为什么 我站你前边了 你什么意思 哎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让你站在这边吗 我知道 我觉得你衣服的颜色 特别缺少一个漂亮的胸针 不是 主要是 它会变色吗 它会变色吗 它会变色 你还不想尝试一下 它也会变色 变色龙是变色龙 它咬人吗 会咬人 会咬人的 它不是变色龙是吗 它也咬人呀 算了 咬人就算了 要不我本来 给你打算配一个胸针 现在这个很漂亮的 但是我不敢 来 尝试一下 那我 尝试 你就尝试一下 别让咬住我啊 妈呀 我闭着眼 我在里面 哎呦 哎呦 我不会有最像有脸 哎呦 嘴过去了啊 哎呦 我们去给你 哎呦 哎呦 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吗 拉住 没有蛇吧 哎呦 哎呦 这我还不 来 请问 他打开啥 都有短感啊 好 接着好 我们400米还没有到 你可以接 都有短感 哎 你刚才不是挺浓感的 我觉得那个什么脚蜜的 那个手感和舌差不多 对啊 对啊 哈哈哈哈 你拿出吗 王景时是微毒 拿出他的头吗 没事 我拿着他们呢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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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吗 我说得你拿着他们 哎呦 这还我玩意 小湘玉老师 你在指挥 张晓宁都不会表演 没读是吗 对 我的妈呀 哎呦 天哪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这个不能开玩笑 哎呦 跑啊 真钻哪 天哪 你看他走得多快 哎呦 我天哪 他不会也要吃吧 哎呀我的妈呀 是两两条都吃进去了是吗 这个小银简直是吗 真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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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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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都是女的 看人家 对 对 对 不是 我 看人家 哎呀 美女蛇 哎呀 天哪 太吓人了 太厉害了 小宁 真是光不想看 哎呀 我跟你讲 谁说女的 这东西 送给你 对 谢谢老师 太厉害了 好的呢 刚才呢 只是张晓宁的一个小小的开场秀啊 哎 你告诉我们 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 我为我们村敬老院 五十八位老人开箱 哇 你们天气有敬老院啊 对 很不错 是公办的吗 嗯 是公办的 哦 为什么要为这些老人开箱 你会经常去那里吗 对 因为我的奶奶住在里边 因为我也有孩子 也有父亲 这些都得照顾 现在我奶奶一直住在敬老院 我然后就是 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去一趟 嗯 奶奶在那里生活的好吗 很好 很开心 我奶奶 那其他的老人呢 其他老人也很开心 哎 他们一见我来都高兴了 这真的啊 其实是一种非常新式的养老观念啊 以前我们都觉得 哎 把老人送到老人院 儿女不孝 其实有一些正规的老人院 其实是老年人的一个温馨的家 他在那里有朋友 对吧 对 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包包子 然后还有一起打麻将 嗯 一起晒太阳 那马上我们的节目播出 他们会多一项活动 守着电视看综艺频道 这箱有力 看小宁为他们开箱 那好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正式表演了 好吗 行 好 给奶奶 还有老人院的老人们加油 好吧 加油 来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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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